哈喽,大家好,这里是达达聊美食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道超级简单又美味的榨菜蛋羹 这道菜不仅口感滑嫩,而且营养丰富 决定能满足您的味蕾 将鸡蛋打入碗中,加入适量的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的时候要尽量让蛋液充分打散 这样蒸出来的蛋羹才会更加细腻 往蛋液中加入适量的温水 记住一定要是温水 这样可以避免蒸出的蛋羹有蜂窝状 继续搅拌均匀 把榨菜切成细碎 均匀地撒在蛋液表面 在蒸锅中加入适量水烧开后 将专用蛋液的碗放入蒸锅中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蒸10-15分钟左右 具体时间要根据您的蒸锅和火力来调整 蒸到蛋液凝固表面光滑就可以了 蛋羹蒸好后取出 淋上适量的生抽和香油 再撒上一些葱花点缀 一份鲜香滑嫩的榨菜蛋羹就大功告成了 榨菜的咸香和鸡蛋的嫩滑完美融合 每一口都充满了惊喜